在中国 结果发现 烧着的麻包不会引爆手楼弹 今次测试证明了 就算在着火麻包袋上 绑上手楼弹推落水池 都不会救成危险 否定了法庭裁定东市郎败诉的理据 另外 东市郎也都找到大量人证物证 证实当时油股用的油袋 的确大到可以装得落整个人 以及元南京最高法院前面 确实是有水池存在 你证明他所说的都是事实 东市郎的律师说 他们很有信心 今次上诉可以推翻元审裁决 东市郎强调 他坚持要证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是受到一位中国军官的影响 令他觉得不公开真相 是对这位军官有所欺险 1945年8月 日本战败 我在宁波当了俘虏 当时我们非常害怕会被杀掉 但一位前来接受战俘的中国军官对我们说 我在南京战斗中被你们日本人俘虏了 在下关码头遇到集体屠杀 战友的尸体一个一个压在我身上 我假装成一具尸体才躲过屠杀 趁着夜晚悄悄逃出 并与你们占斗到现在 想到可恨的往事 我真想把你们杀掉 扔到河里去 但我们不这样做 有四年人记者刚接吻报导 体育消息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榜首 受到当地官员欢迎款待 他们又参观美来村一间小学 而学生积极彩排 准备在星期一 纪念美来村30周年的仪式上演出 这个经历美来村屠杀事件的生还者 说很感激当年他们的英勇行为 汤普森和科尔白欣 较早时获美国国防部班赠英勇勲章 表扬他们阻止美军屠杀无古的村民 有线电视记者潘志豪报导 今年86岁的东屎郎 在1937年应征入伍 一个月之后被派到中国 我是在1937年9月10号左右 从天津登陆 沿紫崖河北上到大连 又从大连乘船来到南方 先后参加了攻占南京的战役和徐州会战 东屎郎在中国作战期间 保持写日记的习惯 将它在中国作战的情况记录下来 这批日记就成为了 侵华日军在南京肆虐的真实记录 他在87年将这批日记 交给京都一个战争展览会展出 这些资料曝光之后 引起广泛关注 东屎郎后来还将日记整理成书 由清目出版社出版 取名为《我的南京步兵队》 本书详细记载了 日军攻占南京时期的杀戮行为 东屎郎在日记里面 有段这样的记载 他说在1937年12月21日 他树身在南京最高法院 马路对面是一个水池 他当时见到队友 拉了一个中国人过来 一个叫做西本的 提出了一个残忍的做法 他将中国人放在麻包袋 之后淋上汽油 再点火烧着麻包袋 西本跟着将三个手榴弹 绑在袋口 然后将麻包袋扔了入水池 电火慢慢熄灭 麻包袋开始沉落池底的时候 水里面传出了手榴弹的爆炸声 东屎郎这段记载 引起日本极有势力的不满 这段描述里面的主角西本 透过东屎郎当年的长官 指控东屎郎虚寇故事 告他诽谤 东京地方法院在96年4月 裁定东屎郎败诉 东屎郎不复判决向东京高等法院上诉 为了博强远审法庭裁决的理据 东屎郎在高等法院研究上诉之前 亲自到南京请专家进行验证 测试在南京市郊一个偏远山脑进行 专家在一个水坑旁边 树立多块木板 然后将一个木製的假人放入麻包袋 再在袋口绑住三枚手榴弹 而工作人员就在推麻包袋落水坑的时候 引爆那些手榴弹 专家又将手榴弹放在林满电油的麻包上面 然后点火 看看手榴弹会不会被烧着的麻包引爆 结果发现烧着的麻包不会引爆手榴弹 今次测试证明了 就算在着火麻包袋上 绑上手榴弹推落水池 都不会救成危险 否定了法庭裁定东屎郎败诉的理据 另外东屎郎也都找到大量人证物证 证实当时油居用的油袋 的确大到可以装得落整个人 以及袁南京最高法院前面 确实是有水池存在 你证明他所说的都是事实 东屎郎的律师说 他们很有信心今次上诉可以推翻完审材